開燈 真的很大 白白淨淨的 讓我更有動力去做事的 按一下就可以直接叫出表情符號了 早安大家 自從我改造了這個辦公區之後 我每天都想要待在這個地方 讀書啊 剪片啊 追劇啊 做各種事情 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8個提升辦公區域質感的好物們 那如果今天的主題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GO 第一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書桌 其實我原本只有一個這個化妝櫃 就是我都在這邊寫字那些 但是我就發現它的寬度很窄 所以我要放東西就會一下子就滿了 假如我放了一本書 但我的手的空間就已經不夠了 所以就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再買一個桌子 然後我就會一直在想說 我到底要買怎樣的桌子 然後我要放在哪裡 後來就想說好我可以把桌子 擺在這個櫃子跟牆壁中間的一個縫隙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長是100公分 然後寬是60公分的白色桌子 白色或淺色的桌面 我覺得可以讓整體工作環境 看起來更有質感 它的桌面就是這樣子 白白淨淨的 然後也不會太薄太厚 就是木頭製的 底下架子就是像這樣子 兩個U型的 然後我沒有再加櫃子 因為我覺得加櫃子的話 我腳可能會卡住 所以就是買沒有櫃子版本的 這樣子才899的樣子 還是890 非常的便宜 第二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 人體工學椅 這真的非常多人問我欸 我覺得它很棒的地方是 它的頭疹 然後它這個頭疹 又可以調整它的高度啊 然後它的角度啊 然後我第一個是會往下一點啦 好舒服 然後它的椅背角度也是可以調整的 通常我在讀書啊 或者是打字 我的椅背就會做得這麼挺 但是呢 它這邊有可以調節的 就是兩邊都壓住這個按鈕 然後 往後 這就是我在追劇的一個角度 那如果今天就只是想要 坐在這邊思考人生呢 所以我就會 哇 超級舒服 重點是它這邊 底下還可以拉出一個放腳的 好笑喔 第一次拍片 然後躺就拍片 而且它也不貴 我其實也是一千多塊就有 然後 它這邊 一倍啊 還有做這個 在我們的腰部的地方 有做一個 稍微凸起來一點的 就真的很符合人體工學 我覺得做起來很舒服 然後它的布料也是很透氣的 我在下單的時候 我就想說 一定要再加一個這個 駁墊 但這很不需要欸 我覺得它做起來就是一個很 剛好的軟硬度 然後如果加這個墊子的話 會變得沒那麼透氣 因為它的布料真的是 輕敷然後透氣的 好那就是上衣服了 那真的很棒啊 那輪胎也是非常的滑順 所以我都這樣子 然後一去拿 冷氣有空氣 然後再移回來 啊 第三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外接螢幕 其實這個是被焦人燒到的 有一天我就去它的宿舍參觀 然後他就跟我分享 它的外接螢幕多棒啊 整片都是用外接螢幕看啊 然後眼睛就會不會那麼痛啊 真的是完全被燒到體無完膚 所以今天我也想要燒給大家 這是我的筆墊 我的筆墊是14吋的 然後這個外接螢幕是AZER的 27吋的 很酷的地方是 你看喔 我現在就是按這個Wing鍵 配P 然後我就可以選擇 我要 僅顯示電腦螢幕 同步顯示延伸 或者是僅第二螢幕 我現在是僅第二螢幕 但是呢我平常也會用延伸 延伸很酷喔 就是你看喔 我兩個螢幕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在我右邊這個電腦 然後我開了一個網頁 Google好了 他們兩個是不會同步顯示的 然後你看我的滑鼠 現在在這邊 現在滑過來囉 滑過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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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邊在這邊 超酷的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看不看得到 因為我這個桌子 啊這樣子這樣子 現在滑鼠在這邊 然後我就這樣子 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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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邊邊之後 它又會滑回來這邊 就是一個延伸的概念 你可以用這兩個不同的顯示螢幕 做不同的事情 假如你左邊在剪片 你右邊可以 看YouTube 或者是聽音樂 或者是做各種事情 回訊息啊之類的 我覺得真的是 很棒的一個發明 我的外接螢幕要求就是 CP值一定要高 然後它要是白色的 螢幕一定要大 這三個 集結起來就是這一台 AZER的外接螢幕 第四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個 羅技MG50滑鼠 我最近真的是超級無敵喜歡它 它有Sealand Touch的技術 所以你看如果我要點 沒什麼聲音吧 它可以減少90%的 那種 咳嗣咳嗣的聲音 所以如果你要熬夜感報告 你也不用害怕 會吵到室友 或者是吵到家人 而且它這個Smart Wheel 智能滾軸有兩個模式 可以在精準如行滾動跟快速滾動 兩個模式之間做切換 最深得我新的一點就是 它可以在Logitec Options Plus 這個軟體裡面 自訂喜歡的快捷功能 就是像這種 側邊的兩個按鈕 你都可以自訂想要的功能 除了有基本的前進後退 複製貼上之外呢 它有各種功能 像是我自己就是設定 側邊前面這個地方 我設定了 鍵盤快捷鍵 Free Screen 你可以直接 螢幕截圖或是螢幕錄影 我覺得非常方便 就是按一下 然後就可以設定你要截圖還是要錄影 那側邊後面這個呢 我就設定了Windows加一個點 因為每次用電腦回Line 回朋友訊息 我就覺得會變得很拘束很生硬 因為沒有表情符號 所以如果我加了這個Windows加點的話 按一下就可以直接叫出表情符號 太棒了 除此之外呢 它也支援Easy Switch功能 你可以在三種裝置切換使用 假如我現在要操作電腦 我就按到1 然後假如我現在要操作我的平板 我就按到2 假如我現在要操作我的手機 我就按到3 無論是筆電 平板 電腦 或者是手機都可以使用這個滑鼠 第五個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Logic K580 超薄鍵盤 真的是非常薄 應該看得出來吧 我的手機 是這個薄度 鍵盤 也是這個薄度 它真的是小空間的好幫手 右邊竟然還有數字鍵盤 但是這樣拿起來又很輕啊 又不大 所以完全不會佔空間 它輸入的聲音我覺得也是非常好聽啊 又不會很大聲 你不會找到隔壁的室友啊 或是同事 它一樣也是有支援Easy Switch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在平板 電腦 或者是手機 無縫切換 然後不管是Mac或是Windows 都可以使用 真的很讚 推推 第六個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 無印良品的香氛機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發明 因為我之前就是發了一支Vlog 是台風天那支Vlog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 但是那支影片 我其實有跟大家分享說 最近讀書都沒有辦法進入心流 沒有辦法專注 然後詢問大家 要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 第二天有觀眾 建議我說 可以在讀書的時候 使用精油幫助專注 剛好我在大四裡有修 關於精油的選修課 所以對於精油 還是有一點點的小認知 我不太確定 我用了精油之後 是不是變得比較專注 但是我覺得真的會放鬆很多 而且它真的是可以增加整個 環境的儀式感的一個好物 我用給你們看 我通常都是裝可以喝的那種水 所以我直接用水壺倒進去 然後最多就是 裝到一百毫升 是不是跟大家分享 我買了哪些精油好了 超多 超主力多 這些都是我的精油 先來跟大家分享 這三罐是無印良品買的精油 但這可能是前幾年買的 所以我不知道包裝有沒有改變 還是其實一樣 第一個是這個萊姆精油 萊姆跟薄荷都有幫助專注的功效 那這個呢就是薰衣草的 薰衣草精油 薰衣草我比較會是 在睡前的時候才去滴 因為我覺得薰衣草可能 比較能助眠 然後比較能就是幫助 緩和情緒啊 鎮定啊等等 再來這個是 Thinking Time 我看的成分有 檸檬嘛 然後Rosemary 是迷迭香 Suppress 絲薄 跟方張 方張葉 聞起來我覺得 主要還是迷迭香 跟檸檬的味道 然後我覺得這也很適合 在讀書的時候使用 然後這兩罐呢 是我們去韓國按摩的時候 就是第一家那個按摩店 然後打卡可以送一瓶精油 超級好的 我就挑了一個 薄荷的 然後檸檬我不知道是誰挑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在我這 我就是讀書的時候 會滴兩滴 但這都是滴兩滴的 不然我覺得會太濃 我有時候會 檸檬加薄荷各一滴 或者是 單獨檸檬兩滴 或單獨薄荷兩滴 我覺得 很棒 再來這個呢 就是我大肆的時候 修精油課的時候 自己去調配的 所以這個 實際上我其實也忘記 裡面到底是 被我調的什麼東西 我在想應該是有 這個是 橙花 因為我其實蠻喜歡橙花的味道 然後我就自己 單獨裝一罐 那這個呢 這個有點臭 這應該是有點彈香了 這個我就 不會把它放到這裡面 那我們現在就用看吧 現在拍影片嘛 那我們用個薰衣草 就加一滴我覺得就夠了 蓋起來 然後長按 它也可以設定時間喔 30分鐘 60分鐘 120分鐘 或是180分鐘 然後還可以開燈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這真的是很棒 不覺得這樣整個 氛圍感都提升了嗎 你是這樣子擺在這嗎 而且我們現在夏天都會開冷氣嘛 整個空間就會比較乾燥 所以我覺得加一點濕氣 就會讓我皮膚不會這麼乾 第七個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就是這個 書櫃架 這其實我在我之前 租屋處開箱 我就跟大家分享過了 它的櫃子是要自己組裝的 然後是木頭的材質 我一樣是買白色的 然後它就是這樣子亮片 它是可以 其實是可以挪動的 它就是H型 兩個H 然後可以自己拼湊 看你要寬一點還是窄一點 都可以自己去克制 我覺得可以自己這樣 自由移動它的寬度 有個好處就是你不怕 你買了 然後你的收納櫃放不進 每一格大小可以自己去調整 既然講到真的 就稍微再介紹一下 我這一面的擺放 這邊就是我現在研究所的書 然後還有一些 我之前買的一些 課外書 然後這是我自己借我的一個 英文原文書 但是我還沒有看過 之後 考完試來看 考完試 會看嗎 這邊牆壁呢 我就是放了一些 跟朋友的拍貼啊 跟家人的拍貼啊 然後機票啊 還有我之前去聽演唱會的票啊 我覺得 把這些東西貼在這邊 就可以 就是告訴我自己說 我現在努力 是為了我之後 想要過更好的生活 假如我現在 更認真讀書 然後未來 可以找到一個 稍微穩定 稍微好一點的工作的話 我就可以 有錢去出國 有錢去看演唱會 然後跟朋友 想去哪裡 就去哪裡玩 之後這一面牆 可能會被我越貼越滿 因為我覺得這對我來說 算是一個 可以讓我更有動力 去做事的一個 複製 第八個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電腦架 這個電腦架是 應該是 三四年前買的了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不管你是要放書啊 或者是放電腦 都很OK 然後它後面可以調節 它的角度 我後面有點亂 都是電線 你看它有 一二三四個 短 想要再高一點 或想要再低一點 都可以自己去挑 那我覺得我現在這個角度 放在我這個桌面上 蠻剛好的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 提升質感好物分享 早上我分享了八個東西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區 跟我說你最喜歡什麼東西 或者是你被銷到了什麼東西 你準備要去買了 或者是你對我桌面哪個東西 有興趣 你可以在留言區詢問我 我之後再找連結給你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幫我個讚 分享給你所有的好朋友們 如果這支影片有什麼意見 或是說希望下次拍照的影片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下次見 掰掰